首先要就教育这个教育局的部分 是有关于在民国 就是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 99年就开始办的一个活动 在高雄市叫做亚洲学生交流计划 那这个计划其实从办到现在已经18年了 是一个老计划了 但这计划可能 我想高雄市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因为这个活动认识很多国际间的好朋友 那甚至也让国际间的很多的学生 因为交流来高雄念书的 来台湾念书的其实也不少 那这个计划其实照道理来讲利益良好 它从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印尼印度马来西亚 总共大概东南亚东北亚 每一次大概都有70几所 国内外总共有70几所的学校一起来参加 所以这个活动事实上是还蛮值得推广 那但是呢近几年来 其实这个活动我看起来是 应该讲说高雄市政府在这个活动的办理上面 是值得在检讨的地方非常的多 我在这边也跟市长 那个局长说明一下这件事情 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事拿出来讲 这个活动其实100万的活动 每一年五天四夜 然后呢把国内外的这个学生配对 大概700人左右 那每一队大概16个人组成大概50几支的队伍 然后呢这个队伍呢 从9月份的时候从网上就开始互动 然后订定每一年的主题 这每年的主题一定完了以后 网上的互动就先开始 之后再有实体就是来高雄市参与这个活动 五天四夜的活动 照道理来讲 其实我听过很多参与过的学生 都觉得这个计划是很不错的 那所以高雄市这个活动 如果继续按照这个水准来办 照道理来讲应该获得好评才对啊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 主办科是哪一科啊 叫什么科 资国科 资讯与国际科 好 资讯国际科 局长你先请坐 我先说明一下 资讯国际科办这活动 我觉得行礼如意啊 那交给 每一年都交给不同的学校来办理 那不同的学校 它有累积经验上面的困难 所以我们从这几年看到 每一所学校其实在办都很困难 那从去年的经验来看的话 我们去年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后来就是去找到了高科大来协助 那这个后来应该局长有参与到 因为局长去颁了奖了嘛 对不对 但是可能局长不知道你来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是 也是要让局长了解的地方 就是说雄工 雄工成办 但是呢到最后雄工去找了高科大来协助这件事 但是高科大在最后一刻的时候都还搞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急就张的一个活动 在整个沟通的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惊险的 那在这个惊险的过程里面把这个活动给办完了 那我 我就必须要讲就是说 在这个沟通上面的确 高科 那个高雄工专可能也没有很多的经验 那但是呢高科大其实他是一个就是协助的单位因为他的场地可以 那所以呢到最后因为种种的原因 然后高科大也愿意配合 但是 我想高科大如果下次要要他再配合可能难度会很高 因为高科大在这次的经验里面 他也觉得高雄市政府 其实有很大的问题的存在 那所以这也导致了我们跟这些大学的互动里面 其实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好好的去检讨的地方 呃局长可能不知道 我们邀请的人数以往大概都是700人左右 但是呢 呃大概因为这个呃 南向的计划的原因 南向政策的原因 所以我们把人数增加到900人 但是经费还是一样是100万 那100万的经费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们邀请了大概70位左右的外国的学校的老师 老师跟学生不一样 学生就是用home stay 但是呢老师就是住国宾饭店 所以呢三天住下来的费用大概要20几万 然后呢再加上呢 呃每一队我们有57队嘛 刚刚有讲 每一队大概补助是1万块 大约啦 每一队人数有时候不同 还会有一点点差异 好 57万再加20万 再加上那天晚上的晚宴 当天晚上有个欢迎晚宴 局长请吃饭 那天也要花掉十几万 就有100万给他扣家之后还要存多少 最多差不多20万嘛 20万要负责所有的活动 这个比例是这样的啦 我今天就告诉局长就说 这样的活动办五天失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哦 有志工啦 还有一些师生 事实上是没有饭可以吃的 因为从来没有人想过说 这些人需要吃饭啦 所以经费没有编进去啊 科长 你知道吗 这个经营就是 根本就没人去管这些事情啊 然后你们 这些事到底是谁在做 然后主办单位有没有钱 从来没有人在乎过啊 是不是 然后我要讲的是 哎局长 我们手推说 我们要推双语教育啊 而且呢你是 呃 就说你是被派来当局长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你有推双语教育的经验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奖状跟志工正名 都出了问题吗 这边有哦 譬如说这张好了 你发出去哦 这其实这张会有你的名字啦 这张是另外一个的 这个 有两个拼 拼字是拼错的 诶 诶 科长 有人去校正过 你们来自有人去做校正的工作 科长 你们参与了哪一部分的工作啦 好 我待会儿请你说明一下 在这个活动里面你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然后呢 你看这张 连日期都印错啊 好 这不知道似乎两万几年去啦 哦 这个离谱的状态啦 就这样子发出去了 这种的水准 你们害吴局长 完全不了解的状况底下 就把这件事情就这样弄出去了 那这些事情这样子办完了之后 其实也许很多的交流的部分 还是继续做 但是去年其实说真的 东北亚的学生就少了很多了 这个你们应该知道 所以东南亚跟东北亚 我觉得还是要均衡一下 还是要均衡一下 因为整体的交流来讲 都有都需要 而不是侧重在 你说要新南向政策 结果就忘了北边了 这个都是不应该的 所以在这个活动里头 其实 局长你要对这科 要好好讨论一下 真的是离谱到了一个极致 整个把工作人出去以后 自己就没问题了 完全不管就说 一百万可以办多年吗 你说你要保重 那钱是固定的 你要办多年钱是固定的 请老师去担是固定的 你到底多少钱给主办单位 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完全不管主办单位能不能办 反正你接到你就是要给我办就对了 那这个学校是第一次办 下一次的学校又是第一次办 没有人能够累积经验的状况底下 哪一次能够办得最好啊 你要每个学校都是很害怕去接吧 那这个科有没有去思考过 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累积经验 然后把这件事情将来可以做好 是不是 那如果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 只是急着要把工作丢出去 那永远都做不好 永远不可能有做好的时候啊 所以 那你是不是请教长跟我说 你们是怎么来做的啦 那 我实在也很好奇啦 就说这样子的活动 那你们明年想要怎么 今年应该说是今年了啦 要怎么办啊 要怎么来办你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今年才能够办得好 这些都是我所看到的 应该要改善的 那如果再不讲的话 不要再像以前一样 不是以前的局长 每个礼拜都要弄一次 希望吴局长不要这样啦 每个礼拜都要弄一次新闻 大家为了局长的新闻疲于奔命 大家就要报信文 都要有一个亮点一下 现在是不是真正把这个 扎实的工作给做好 不要老是在那边只玩表面功夫 局长我是不是请科长先讲一下好了 好不好 你们到底在里面做了哪些事 请科长答复 主席 主席 陈议员 那我想针对刚才陈议员的指教 我这边做一个重整的一个回复 那首先我想整个SF的活动 就陈议员所讲的 到今年是第二十届 第二十年了 那这几年过来 我想从东北韩国到很多的一些国家都参与 其实参观师生已经大概超过九九百 就跟他说我时间没太多 你就说你做什么回就好了 那刚才提到预算的部分 就从议员所讲的 确实我们有下售给学校一百 但就如议员所讲 确实真的不够 所以我们后来又再签四十万给承办学校 另外还有另外四十万是给我们的 那你知道就说志工的这个参费没算进去吗 这个部分我在之前我们有做一些了解 但是我们那时候是说如果有再不够的话 我们跟学校讲我们可以再提供 那是可能在连续上或许有一些出入 但是我们基本上 你会担心学校的经验不够吗 学校连参费都没有编进去 志工参费都没编进去 这个另外我要跟议员报告就是说 你们有发现吗 在我讲之前你们有发现吗 你们有发现吗 我们也有发现 我们也有发现了 什么时候发现的 去年我们就有发现这样的原因了 那我也跟议员报告 其实每一年的承办学校为什么会这样轮 其实在之前就订了这样的轮值表 那只是说我们发现经验上确实不足 所以我们有把明年都要办了 把它拉进来当作复召集学校 那另外因为我们国中也很多 两千年就开始办的活动 一年就开始办 那另外还有 所以你提的这些东西 好像我们是第一次办的感觉 应该说我们在去年办完之后 我们就有做检讨了 所以我们今年度就会做这些改善检讨的一个机制 包含场地我们希望都能录下 我说的就是你十几年来你的经验都没有累积嘛 所以你才会发生这些问题啊 然后呢高雄市政府如果经验的累积是够的 你传承给下一个学校 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team嘛 然后就把东西再交给他 然后看他要怎么做 完全没有啊 让人家重新摸索啊 但是学校在进行的过程里面 你们没有进行辅导啊 事情发生完了 你才发现人家没吃饭啊 活动都办完了 局长把那个奖状都搬出去了 才知道那个奖状里面 可能局长还没发现说奖状里面有错字 你们都没有做最后的把关 你请坐 我问一下局长 下一次要办理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请局长答复 谢谢啊 主席还有陈远 谢谢你的指证 我想这个是教育局的疏忽 也是我们没有处理好 我非常感激您提出来这些 我大概做几个回应 第一个 国际交流最重要的是 学生跟学生之间 他们的交流的情谊 就friendship 有没有可以last forever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是互相的understanding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focus 应该是在学生身上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真的是忽略掉了 细节的环节 我想这个我们要检讨 第三个 我也跟我们同仁讲过 当然也不止高昂市政府教育局 所有的教育局都是这样 习惯上 委托这个学校办 这个县市办 其他人通通不管了 然后开闭幕就来 我必须坦白承认 我刚刚来接的第三天 就是这个活动 我头尾都有去 包括了这个 请外宾吃饭 我都有到 我去三场 那我也坦率地承认 我们的这种做法 通通要改 要改什么呢 把学校找来 你是体育专长的 你就办体育的 三个学校在轮 你是有跟国际交流 强的学校三个 就你三个在轮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就像我们今天 全中阴一样 每个县市办 每个建筑都在躲 一模一样 我觉得我们教育局 应该思考的就是 我把学校分类 你是这个 有体育班的学校 你很强的 运动会就你 这三个学校轮办 那你们就有经验了 那接待外宾 国际交流强的这样 我想我们将来 会这样子思考好吗 就是以学生为主 学校轮的时候 是以专长为主 那这样子 我们同仁的传承 和一些去年的发生事情 今年避免的 或是预算逐步 这样就比较好讨论 而不是进行指定说 这个学校看厉害 就他办 像高雄高工 他马上就要办 我们十一院的 全国的技能竞赛 所以我觉得 他的专长是在技能 而不是在国际交流 谢谢 OK 谢谢 我也希望局长之后 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让外面的人看一下 那我当然 我还有另外的主题 所以我这边就必须要快速的 先待会也借一下主席 再给我几分钟 我把问题问完 那这个部分 当然刚刚有讲到 那个科室要改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都知道 高雄市 其实就快要办 这个全国的 这个中学运动会了 那这个 局长知道吗 其实高雄市的成绩 本来是还不错的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拿到七十几面的奖牌 只差一个 一个 就是台中 差三名而已 但是你知道 这么多年之后 去年我们 上一届 我们差台中多少吗 我们只剩下四十几面 台中已经到一百二十几面 这中间高雄市发生什么问题 我在这边就要跟局长做报告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请主席 再给我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 我们的专任教练的问题 我先从这个来讲 专任教练呢 在一百零九年 如果没有百分之百聘任 你没有专任教练的那一班 就必须要剔除 局长你知道高雄市的专任教练 缺几位吗 你知道吗 我直接讲好了 七十几个人啊 我们的达成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点八 那所以呢 专任教练少这么多的状况 其他的县市 其实专任教练并没有像我们 以六都来比高雄市 大概是达成率最低的 那本来呢 就有一个 你们有一个计划是专任教练呢 在一百 就是我们刚讲一百零九年要补足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一下 最新的数据还有七十几个 还有七十几个没有补的状况啊 所以呢其实其他县市补的情形都比我们好多了 有些人都要达标了 但高雄市的情形就是 如果我们专任教练没有把它补足 那将来我们就很有可能 这七十几个班就必须要被剔除 遇到面临这样的情形 如果再不赶快动这个事情 那就会有问题啊 局长 这个牵涉到就说 我们每一年啊 的这个 在学校体育的重视程度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学校体育跟社会体育 其实是一体的 你没有学校体育的发展 不可能延续到社会体育的热度 社会体育当它好的时候 它会反馈回来给学校体育 从来没有学校体育可以跟社会体育是分开的 所以我在这边要提的是说 如果高雄市对于体育再不注重 高雄市的体育人才不断的往外流 不论是钱上面比别人差 补助比别人差 营养品别人别人差 制度还比别人差 这都是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建议啊 我们的体健科 其实跟我们的体育处 长期以来就是分开的状态 如果可以的话在这边建议 再隔一分钟 谢谢主席不好意思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说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 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 因为体健科长期以来都认为 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 只管学校教育 学校体育 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而且学校体育还没管好 所以我在这边建议啊 是不是下个会期请局长 把体健科 提出我们的这个组织再造的部分 提到我们的那个高雄市政府 让体健科到运动发展局 让运动发展局全面性的去管 学校教育跟社会 学校体育跟社会体育的部分 这样子才能够让高雄市的发展好 不然大家都是像半吊子一样 做不了事情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形 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今天运动发展局有来吗 有 运动发展局我拜托一下 在那个运动发展的经费上面啊 茶郎熟添添添 但只有1800 桃园有8000啊 好请我们吴局长来答复 谢谢啊 主席陈议员 你讲的都非常的正确 所以呢 我们会改进 但是有一个数字 可不可以容许我跟您报告一下 我们的运动专任教练 确实按照教育部 他的规范 我们是不够的 因为他只算教育局聘的专任教练 我们目前我们有99位运动专任教练 42位是我们教育局聘的专任教练 教育部只算这个部分 教育部自己补助我们16位运动专任教练 他说这个不算 然后我们自己约聘了三位 这个也不算 我们自己约雇了38位运动专任教练 他说也不算 他只算教育局 也是教育局编制内的专任教练 其他通通不算 我这99位都是合格 都是选手 让他变成专任教练 你让他约聘不改 你让我去处理好吗 你让我去处理好吗 谢谢 我会慢慢处理吗 你给我一点时间去处理 拜托一下 好 是 好 谢谢 好